看得出来傅大姐是真的生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大哥主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因为你是看不上我 那是你自己的 对 我自己的想法 是大家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大姐的心里话 也对 她说的挺对 脑袋还挺好使 挺聪明 你还挺聪明 通过这一次相亲 红娘发现 李大哥这人是好人 可就是说话呀 有点太貌似了 于是决定再嘱咐李大哥几句 这就是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那儿 在于你的个人表现 你说话呀 有点就是太貌似了 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些 因为接下来不还得掌握 但是我们说 你如果这样一直没有改变 我再不跟你一个提醒的话 你说你永远这样 你咋找啊 是不是 我害怕啥你说 就是害怕就 因为这个事不给我找 是不是 我不能因为这个事不给你找 但是你要从这次的相亲的过程中 吸取一些经验 对吧 丁洪伟 六十二岁 离异 吉林市炼钢厂退休 退休金三千二百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六十平米 顶峰冒雨过来的 多大觉醒呢 是不是啊 把人都挑了 嗯 衣服都脚实了 这差不多的 厚了 嗯 甭了啊 嗯 走吧 咱先进去吧 哎 哎 大姐 哎 敬呼敬呼 家哥 哎 敬呼 好行 哎 成为我大师 我记住室 哎哟 就是我室 哎呀 那你俩我就不用介绍了 什么大姐 不用介绍了 丁洪伟 丁先生 谢谢 您好 你好 室的呢 好吧 要不给您的外面 换我吧 换我吧 多了把这些兜货买 多了把它给你吃 感谢观看 我们一次机会 就是他们俩没有缘分 然后给你俩成全了 是不是 是吗 我告诉你啊 我报名的时候我咋写的 我就说 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 丁洪伟那样的 像丁洪伟那样 因为我看人家丁洪伟已经 丁洪伟已经留下联系方式 没想到我们不仅 不是给你找了一个像丁洪伟的 就直接给你找一个丁洪伟 是不是